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面包别再去买了 自己在家就能做 蓬松轩软,柔软拉丝 你买的都好吃 准备高筋面粉300克 打入两颗鸡蛋 这样做出的面包更加的柔软 加入3克酵母 15克白糖 用110毫升左右的温牛奶和面 先把酵母化开 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 加入约10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和成光滑柔软的面团 准备一个苹果 削去外皮 先切薄片 再切长条 最后改刀切成小碎丁 切好的苹果丁 先装盘备用 锅中放入适量的白糖 小火熬至白糖融化 成焦糖色 放入切好的苹果丁 加入少许食用油 放入鲜黑白芝麻 继续炒干水分 盛出放凉备用 取出和好的面团 搓成长条 切成6个等份的小剂子 再把每个小剂子揉匀后团圆 取一个剂子 捏成一张中间厚边缘薄的饼皮 包入适量的苹果馅 用扶口处收口 收口处捏紧防止漏馅 再次团圆 我们的面包生坯就做好了 模具内刷层油防粘 摆入做好的面包生坯 盖上保鲜膜 蜜蜂醒发至两倍大 醒发好的面包生坯 白白胖胖的 表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撒上些白芝麻吃着更香 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冷水上锅 大火烧开后蒸40分钟 再焖5分钟 我们的苹果馅面包就做好了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按压可以迅速回弹 非常的蓬松轩 掰开看一下里面 层层拉丝 跟买的一样 自己做的 不含任何添加剂 干净卫生 吃的特别放心 大人孩子都喜欢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